大家早就有重機車隊 那麼熱血啊 來 浩南 這麼早 要不要送我們去學校啊 醫生皮醫 拉鋒騎重機 昔日黑道老大 陳維銘帶頭 大陣仗護送 兒子上學 難得我們家老大 願意回學校上課 那我當然要護送一下啦 是不是 是啦 那我會走 你這樣搞 很想娶媳婦 跟主角又盛演的王浩南 有精彩互動 陳維銘也跟昔日 旗下幫派中的第二把交椅 大頭員張天霖碰頭 讓這條幫派支線更受關注 日前在網路上播出 最高在線人數突破8000人 很久沒碰到天霖 因為我們之前也是玩在一起 大家也很熟 雖然他去了北京 可是他在北京的時候 我也人也在北京 大家也都混得很熟 然後這一次再看到天霖的感想就是 你胖 胖很多 不只跟張天霖有好交情 跟新生代的演員對戲 陳維銘自認很了解年輕人 跟戲裡讀高中的兒子楊孝碩 有共同興趣 我跟我兒子 還沒有我跟歐閒民那麼能聊 而且歐閒民 我們兩個一碰到就一直在聊車 所以我覺得私底下的這種 這種愛好是相同的 它其實有幫助你進到這個角色裡面 我重機的那個不品店 其實開業三年最大的困難就是 還剛開 COVID-19就來了 所以我一路撐到現在這樣 私下長一個人騎車 認為是最舒服的狀態 陳維銘把熱愛的重機騎盡聚中 而現實他說就算不是大哥 也會盡所能保護兒子 展現霸氣 TVBS新聞的農事洪怡泰泰報導